这场水灾的确是不分南北 不分亲疏 各地的爱心是源源不绝的涌入灾区 都希望能够帮助受灾相亲 早日来重建家园 而包括新竹和台北的慈祭人 也分别带领了社区民众 其虔诚的来祈祷献上祝福 台北三重的慈祭人 就是以潮山的方式 而另外呢 其中有一位妈妈带着儿子来参加 从中启发孩子的善行 有别于以往的祈福会 志工号召社区民众 以潮山方式为南部受灾相亲祈福 那我们就想说 如果我们用潮山的方式 一方面为那些灾民祈祷 一方面也能够忏悔过去所造的 祝恶业 然后呢也能够把心洗顶 这位妈妈清晨六点不到 就带着就读国小的儿子 一起来参加 一跪一拜之间 在送金生环绕中 启发孩子的善心善念 很喜欢来 因为他说这边都没有压力 上课都有压力 那我想说小孩子肯要来 就带他来这样子 大家都做得很翻喜 那我就觉得说 现在灾难真的很多 而且我又在那个龙总医院上班 看到苦的人真的很多 所以想说来这边祈福 就是这一份同理心 诚心为受灾相亲祈祷 早日能脱离苦难 不少人流下不舍的眼泪 同样希望献上祝福的 还包括这一群在新竹的民众 点亮每个人的新灯 透过虔诚祈祷 凝聚众人之爱 莫拉克台风的报道以后 对于斯比寿更有福 感受蛮深的 觉得自己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祝福您平安极限 大家虔诚唱着祈祷歌曲 希望将祝福的力量送达灾区 因为有爱不孤单 重建家园更不再是困难重重 也希望人人顾好自己的一念心 发好愿 祈求天下无灾无难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功综合报导 大便 老大便 不开门 我开门